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我电动电单车EQTA计划的第三条片 与老板辉哥真的好谈得 第一次见面就谈了六个钟 与他做个小访问又整个钟 辛辛苦苦才见到十八分钟 条片在下个星期才出 今次我特意不让老板落场 想找他们公司的年轻人吹水 帮大家问一些一直想问的问题 轻轻松松地看看他们又如何 介绍一下自己和工作职位 大家好 我是负责Operating 最快Operating的Eric 大家好 我是CLC Marketing的Richard 先帮大家问最想知的问题 EQTA的充电方法 其实我们EQTA的充电方法大致上有两种 一种就是直接把车放入家里 可能是村屋那些 在里面充电 第二种就是可能你住宅宅 你就可以在电单车上抽起电 直接拿回家充电 外界经常说你们电动便单车很重 有论说例如EQTA大概多少重? 其实18多kg 一般你说瘦少少少的女生都能够够备 我自己也不算是很重的重量 那真的有意料之外,以E2 Max為例 兩塊電池,它的續航力和0-100kmh要充足多久? 如果用E2 Max,因為E2 Max的電機比較省電 譬如我們自己的實測平均走70kmh左右,他的續航力是可以去到100-100kmh 所以就視乎用的是什麼模式 加上如果兩塊電都用完去到0%,E2 Max內置的2個電到到0%的時候 充電池大概10.5小時 隔夜充電就一定充滿 在EQTA購買車會有什麼保養服務呢? 保養就包括電源服務,或者是3萬公里 首先包括電池、電機、電控、充電器、轉把 或者一些基本的LED燈等類型 因為電池最重要是電池、電機、電控 基本上這三樣東西就駐載一部車 這些都是我們的保養官員之內 而且我們新推出了一個叫EQTA購買的服務 好,接著問題,很多人關心的 電動電單車的電池和馬達的耐用度和壽命是多少呢? 電池有約2500次的行程 即是R1充滿75%就當一次 每充滿75%就當一次 那它受明R1充滿2500次的行程 電機就是25000個小時 其實基本上我當你一日用兩個小時 我估計幾十年都沒問題 也有很多人問 除了電池和車輪之外 還有什麼消耗品要定期保養維修? 其實都沒什麼 相比起有車來說 也不用換機油,也不用換火咀那些 基本上要換的 不是一架,就是一架電單車 皮革,皮革油,頭尾革油 波子盤和皮帶那些 基本上是這幾樣東西,沒有其他特別 我問問你公司 其實我跟輝哥談過很多設計 據我所知,負責人雖然是輝哥 但是他們說想引入電動電單車這個計劃之後 公司的運作和未來 都交給你們年輕人去完成 那你們跟輝哥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又如何用你們年輕人的長處 去在香港推動電動電單車呢? 其實我們跟輝哥始終是兩個世代的人 有紅靠 你不要 好,繼續 那他那個年代 他是用這個學師制的 師傅說什麼 師傅傳授什麼 他就是學了 因為那個年代的資訊流通率少 所以很多資訊都是從師傅 身邊朋友裡面得快的 我們這個世代 大家都知道 一部手機 有什麼不懂就Google 想看什麼就用YouTube 全部都是經過網絡 你可以很快地得到全世界的資訊 我們會比較依賴科技 比較依賴自己去找一些資訊 還有我們得到的資訊會更多 更加廣泛 我們跟電動車 電動電單車 一個科技的趨勢 就適合這個網絡 有什麼資訊 我們自己上網看看 可以得到什麼最新的東西 下一個問題 關公的問題 真電單車這個名字怎麼來 為什麼不叫電魔 叫聽電魔 其實因為電單車這件事 一直以來的電單車 其實真的不是行電的 它是行油的 是電油的 我們其實才是電單車 因為我們用電的 所以我們叫做真電單車 我相信很多朋友不叫電魔都順意很多 EQTA電動電單車的賣點是什麼 差不多的價錢 為什麼我不買一部日本羊 或者不買一部台羊 最直接的比較 一定是電費和油費之間的比較 油費 普通綿羊仔便宜 三毫、四毫一公里 我們的車用電費 大概五、六千一公里 差多遠呢 差七、八倍左右 一拍賣 說少數拍場計 其實一個月都欠不少 還有一些是維修保養 維修保養是什麼呢 可能有車每個月都會換解油 可能有些火咀 有零件性 每個幾個月就換一次 電車就沒有這件事 剛剛說過 電車最主要是電池、電機、電控 基本上不會真的有這麼多東西換 所以每個月的維修費接近零 還有呢 電車一定是環保 環保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電動車 就不止電單車的電動車 電動車都會環保 環保在哪裏呢 就是零攤排放 還有你駕駛在路邊的時候 你不會有些廢氣排放 還有夠靜 即是你就算深夜回到家 你都不會吵到上面 樓上樓下的 而且電動車也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大家看到這件事是不斷發展的 隨著科技和科技 現在這個科技四代 科技不斷發展 電動車也是設立科技 一直都是不斷發展 所以這件事是很有很大潛力 好 接著你們經常被人說 Ecruiter 你們賣的價錢 和淘寶的價錢 為何可以撐這麼遠呢 解釋一下 首先淘寶 即是內地 其實內地是有很多補貼 直接補貼給廠 所以廠已經是拿了補貼 所以它的價錢 會直接減掉 所以你看到淘寶的價錢 而且他們是賣國內版的 我們是賣場出口版 是經歐盟認證 有安全的認證 一些噪音認證 所有的認證 而且質料有點不同 大家可能看到國內版 和我們賣的車 可能外形是一樣的 但裏面的材料有點不同 就好像 我們是優型碳合金 車身 車架 碳合金 基本上是比一般的鐵 一般的合金 是再堅硬幾倍的 即是一些質料上的 是我們出口版會更加優質 所以為什麼價錢會有差距 澳門據我所知 已經引入了EQuta 更加有換電站 跟澳門比香港的版本有什麼不同 你們在香港推動有什麼困難呢 澳門呢 就是用這個換電的方式 即是賣車不賣電 租電 租電 租電的方式 你去用的充電櫃 就不會用一次就收一次錢 我們是用這個 賣車又賣電 即是電和車的歸屬權 完全是給客人的 有些不會綁綁你 即是不會綁綁著你 可以買斷了一部車 對,可以買斷了一部車 兼買斷了一部電 我很多人都想說 為什麼不做換電 其實香港是面對很多困難的 不會說真的可以做 即是不會這麼快可以普及到 還有就是香港 大家都知道香港 世界之最租金 你放一個充電櫃 嘩 所以我們一直努力做這件事 但是不會這麼快就有結果 暫時來說 不會是短時間之內 大家都擔憂一件事 如果可能貴公司銷情不理想 你們最後放棄了代理這個品牌 之後的維修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保證可以給到買家 其實我們首先看看 其實很多人都很清楚 電車一定是趨勢來的 慢慢電車的普及 其實就會引領很多車房 也會開始有維修電車的服務 還有其實基本上 電車的維修難以度 是簡單過有車的 雖然他們可能暫時還未熟悉電動的電單車 但是其實基本上 慢慢來說 我相信很多車房也會普及 可以做到維修的電單車 還有暫時我們這裡 也都是可以 我們代理最快這裡 也可以維修 E-Scooter的電單車 還有我們有專業的維修經驗 是的,我們老闆龜江 就是有多年的維修電 電動電單車這個新科技 有手機APP 也有全球定位的裝置 但是有不少人擔心 數據放在中國的伺服器是不安全的 那你們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開大家的疑惑呢 那大家明白 大家是擔心的 那其實這件事呢 SIM卡 車內的那張SIM卡 是顧客可以選擇安不安裝進去的 那如果顧客擔心資料的安全的話 也可以選擇不安裝那張SIM卡 那其實你就算不安裝那張SIM卡 你的車也能走到的 只不過會損失了這個GPS的功能 那最後給你們賣個廣告 那講一下 接下來會不會有搞試車日呢 會 答應大約會搞試車日的 在11月份 有些什麼最新的日子 的試車會日子 試車日日子 我們馬上會在Facebook公佈 所以留意我們Facebook 現在這部車 其實這幾部車到底賣 早了優惠到什麼時候會完呢 早了優惠我們會做 暫定做完 今年12月 整個2020年 年底 其實很多人都想親眼看一看 你們的電動電單車 有香港電單車節 你們會參加的 亦都會參加的 我們11月8日 香港電單車節 在中環我們都會參加的 可能到時大家想了解我們 或者想找回我們 到時那天都會去電單車節找回我們的 好 那跟大家再講一講 你們showroom的開放時間和地址 我們showroom就是葵櫻 金龍公園中心一期 23個H7 那開放時間就是 我們全年無休的 星期一至日 早上10點到晚上6點 大家也可以上來看車 歡迎大家上來 好到最後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很有能力的年輕的大叔在你面前 他又會開電單車 又會拍YouTube 那你們公司 會有些高薪的口職去聘請他呢 年輕就不大叔 我們年輕的哥哥 年輕的哥哥 年輕的哥哥 不排除我們會有更加多的合作機會 嗯 嗯嗯嗯 餐蛋麵可樂 好今天訪問到這裏為止 希望我問的問題都解答到大家的疑惑 好 繼續支持Ekuta 繼續支持我TKHIT 下次見 拜拜 來 補充一點點 這個訪問是我後面皮主動要求 而所有的問題 全部都是我和觀眾們設計的 他們經歷了整天工作開會 接待客人 當日傍晚大家都很疲勒 所以我希望他們可以輕鬆一點去作答 原諒我這次不專業的訪問 請收下流程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請收下流程 油程 請收下流程 請收下流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